現在大家認為說在韓紐的效應下 原本大家以為三重跟台南都會是國民黨 但是現在都是民進黨嗎? 這兩席如果正常還國民黨會有 那就真的是太過分了 反過來當然會移動 但是不可能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後大幅度移動 那種原本7比3、8比2的地方說連這個都移動 那就不得了了 有移動但是還不至於說天蹲地可以過 所以覺得韓紐效應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大 沒有 韓紐效應還是很強 只是你土石流有一個程度 也不是說我那個 大概醃一個小村莊一個人 你要把整個城市醃掉也不是那麼容易 我一開始就講說這兩個選區 真的本來就很難選 能夠選成這樣說實話是很不容易了 這兩個人一個是跨區的 另外一個是在當地的很多重量級的人士 都不願意選的情況之下 他願意承擔起這個責任 所以如果從另外一個比較寬容的角度來說 這樣的選舉結果 坦白說算是可以接受了 只是說因為大家對於整個的氣勢 過度的樂觀的期待 然後對於各種造勢場合所看到的那種 那種民眾的希望改變的那種情緒被感染到 所以大家都認為說 我們先不管基本盤了 也不做任何太多理性的分析 反正看起來就是會贏了 因此就贏了 我覺得沒有贏 當然大家都覺得很失望也很遺憾 但是畢竟改變已經發生了 改變也許持續還會發生 那就要看國民黨跟民進黨 接下來彼此要做什麼樣的努力 如果今天國民黨 從此開始做更多的佈局 讓國民黨變得更好 除了有韓國瑜之外 國民黨本身這個品牌 也能夠被大家肯定 每一個候選人 能夠做更多努力的經營 這個改變就會 腳步就會變得更快 如果民進黨因為這場勝選之後 民進黨痛定思痛 他全面的來做調整 也許這個改變就會往回走 所以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 拉鋸的過程 那麼當然這個結果 對兩個黨來說都可以做參考 不過我要回過頭來講 現在有一大堆人在支持 韓國瑜選總統 我覺得非常感謝也非常肯定 但是支持的人裡頭 都是有不同的人的 有一種人是真心真意 像輝文這種 就真誠的支持韓國瑜選總統到底 很多熱情的韓粉在支持他 我相信韓國瑜 對於這些好朋友們 都衷心的感激 可是還有一種人 他支持韓國瑜選總統 可能只是因為 他自己為了要打初選 他為了要跟他的候選人 對手做區隔 希望藉著支持韓國瑜選總統 來拉高自己的聲量 我覺得有志氣的初選候選人 大可不必要用這個辦法 第三種人是支持韓國瑜選總統 是為了拿韓國瑜 當把刀去砍人家 先不管韓國瑜 到底有沒有意願 可能問多也沒有問過 電話也沒有打過 商量也沒商量過 韓國瑜變成一個黨內鬥爭的 另外一個工具 我覺得這樣子對韓國瑜來說 表面上看起來是支持韓國瑜 可是實際上在傷害他 尤其是大佬已經在很多地方 都提過了 國民黨如果真心真意要支持 韓國瑜選總統 就要認真地思考 韓國瑜就算選總統了 也不能在這個過程當中 造成內部力量的折損 我覺得國民黨要思考的是 未來不管出現的是朱立倫 王金平 韓國瑜 或者是萬分之一的吳敦義 都是在大家同心其力 達成共識的情況之下 推出一個人 沒有任何一個候選人 是希望我被推出來 其實我背後已經被捅了五把刀了 然後我不得已被推到前線去作戰 這樣支持韓國瑜 是真的愛護韓國瑜 還是在害韓國瑜 我覺得所有的韓粉好朋友 在看支持韓國瑜選總統的這些 各式各樣鼓吹的人士當中 都要仔細地分析他背後真正的意圖 所以我還是覺得他剛才的話 太危險 未免太多了一點 尤其他分成好幾類 其中有一些類 其實他是沒有證據的 沒有證據的話 其實就應該少講 我覺得現在包括本人在內 我們最想知道的是 韓國瑜此時此刻 你的心裡 他自己怎麼覺得這件事情 你的心裡到底是想選還是不想選 你覺得他的心裡是想選還是不想選 我改變了好幾次 你是害死 真的 韓國瑜是害死 太難觸摸了 對 韓國瑜是害死我 當然 因為你當然說為了大局 為了整個很多地方 就要不要太顯現得太早 是實際味道 這個我都可以理解 我現在是想知道 你都不要告訴別人 就寫在一個地方 不要告訴別人 你現在到底有沒有動心起念 到時候再開光 這個我想是很多人想要知道 而無從得到 我講一下柯文哲 我覺得柯文哲講說 這個太過分了 我覺得這種回應實在是很不入流 我覺得今天選舉的結果 是國民黨在一個很不容易的選區 可以贏而沒有贏 這樣說得比較漂亮 你覺得他有機會贏嗎 而且現在柯文哲的心情 尤其是在機場要離境之前 其實他心裡頭最懊惱的事情 就是說雖然是只有四個庫而已 但是他沒有角色 他沒有舞台 他有一支影片你忘了 他昨天有試圖要出來參與看 最後就是陳曉筠 結果沒有發揮他的作用 他就臉就貼上去了 而且明明知道這個時候貼上去 效果會跟陳思宜一樣 他還是貼上去了 你看這種角色 這款處境 有值得人家羨慕的嗎 這個才是真的有一點過分 其實像我們現在 聖厚龍的聊天室 YouTube的聊天室 有三萬多個土包子 跟我一樣 我們都土包子 這些土包子都是無所求的 但是有些人 小部分剛剛大謙兄提到 小部分他對韓市長是有所求 那是不一樣的 我講一下這個柯市長 跟韓市長兩個差別 觀眾朋友你可以發現他說 柯市長最近會上媒體的東西 從他去年來 他的東西大部分 都跟台北市政府無關 可是韓市長 你剛剛看他的直播 他心心念念也是拚高雄的禁忌 這兩個很大差別 第二個差別是什麼 柯市長他沒有黨 他只有他跟蔡壁如 可是韓國瑜是國民黨的資產 如果韓國瑜當總統的話 譬如說孫大謙或是王玉民 可以在立法院也可以在內閣 都有很好的位置可以發揮 柯文哲沒有黨 可是他目前民調是第二名 所以觀眾朋友我的決定說 今天柯文哲 當然柯文哲也好 韓國瑜跟賴清德等等 他們都是2020的變數 我回到剛剛韓市長講 其實我們土包子苦很久的 悶很久的 我講實在話 我很希望明天就選總統 雖然明天就投票選總統 我可能少很多通告 可是沒關係 大家望至心切 大家問阿丁這麼苦了很久 但你們這些 可能可以選總統的人 是不是多替老百姓想想 因為還有10個月的時間 這才很長 半年多的時間 然後每天在討論說 你有領表嗎 你的民調多少 你的聲望多少 你要去哪裡 問什麼 越談越亂 如果這10個多月 都在這邊打轉的話 其實老百姓是很苦的 又空轉了10個月 多轉了10個月 所以最好是明天就選總統 柯文哲本來就是打算要選的 所以政局一直在變化 現在變化成這樣 他剛剛講說 如果這兩個區都贏的話 滿過分的 我覺得這句話滿過分的 什麼區都是尊重選民的結果 沒有那麼過分的 這句話跟之前段一康講的話 好像有點味道很強 他可能也沒想好怎麼講 就要上飛機之前 大家一問他就講 這個話我覺得就是 可是滿科事風格的 太過分的 倒也是 太過分的是說 郭敏東吃太好 Too much 這兩個區這麼綠 就是說沒有贏 我跟觀眾朋友報告 其實這兩個區 其實基本上 像我跟輝文哥哥認為 金門當然是 因為城市中興會 這個我真的沒有了解到 但是你想 三重跟台南 大家先前了解到的那個氣勢 而且你去看每一個場 台南我覺得他是會贏的 而且台南還有陳曉裕 分掉1萬多票 對不對 但是三重最後 韓國瑜在昨天決定 他說因為知道 世維父親的關係 來了以後 那樣子再去的時候 那個狀況拉起來 如果都贏 狀況非常明顯 結果今天晚上 韓國瑜可能也會直播 他也不用去談說 他要選中的話不要 一樣談市政 可是結果很簡單 國民黨的朱立委員跟王清平 基本上就是 你不管去不去領表 你去領表 可能旁邊都有人直接把他撕掉 賣力賣力 就直接 沒有誇張 不可以就守在黨中 你來領表就撕 然後就把他擋出去 大家就這樣子 不要領 那就沒有懸念 你真的很過分 現在的狀況就變成是 還是韓國瑜最強 沒有 還是韓國瑜最強 因為這個點 因為我剛剛其實令題很清楚 其實大家都只看到 講說韓流傷這個事情 韓流傷跟韓國瑜最強 兩者是統治存在的 可是韓流是傷了 因為如果這次 在台南跟新北都贏的話 那韓流就是 就是建神殺神 建佛殺佛 所有規則 在我面前都毫不存在 我可以直接穿透 你還要帶德國的禁片 隱形眼鏡 我是直接看牌 就過了 就是那些規則就沒有用了 可是現在變成是 還要反過來想 大家想說你看這樣 最后如果大家不支持 沒有團結 你看況是靠一個人 就會有很多黨內的質疑聲音 然後韓粉不是只有國民黨員 很多的韓粉不是國民黨員 所以就會變成一團亂 也看到今天下午 已經有人因為很生氣 因為很失望 所以我不要去台南了 我不要吃虱目魚了 應該是我再去台南 我吃更多虱目魚 明年的選舉把它吃回來 讓這兩區這麼綠的 如果韓國瑜選總統的話 還可以讓國民黨贏 那才是 對於這一次選舉的一個做法 所以剛剛韓國瑜講什麼 輸的不是輸 贏的不是贏 這一場國民黨輸了 可是沒有輸 因為明年他可能會贏 民進黨現在贏了 如果明年總統輸了 民進黨也就不算贏 所以其實政局是在發展的 柯文哲的基本上狀況我覺得 他終究是會出來了 不管是